2月28日电影《中烈杨家将》导演率领一众帅哥演员郑少秋 郑一剑等在台北出席宣传活动 电影的超凡阵容让现场粉丝尖叫不断 老大哥郑少秋一直宣称自己只有28 粉丝也特别贴心地为他送上插着28的生日蛋糕补庆生日 问起生日愿望郑少秋表示自己现在很满足 主持人黄紫娇提报郑少秋的心愿是要取倩让现场红笑一片 我已经生了四个女儿现在有七个儿子 我已经很满 你少来我刚刚已经得到消息 刚刚他们在做访问的时候大哥说 大哥修如果破无意的话他要取倩 他还要纳小倩 新戏宣传主演们不能免俗地要为票房做出许诺 在戏中作为导火索的吴尊第一个被爸爸郑少秋推出顶罪 台下粉丝趁机大喊脱光占尽偶像便宜 不过吴尊则害羞地表示要健康一点 郑少秋老当一正 承诺票房过两亿就穿着盔甲跑马 你们想他做什么 脱光 脱光 不行 不行呢 我们要健康一点 对 不要脱 不要脱 如果这里仍让我骑马的话 我就在这里跑马 好 好 破两亿在这跑马 那吴尊就背着爸爸好了 好不好 重现 剧里面的画面 戏里面画面 然后不要脱上半身 脱下半身 好不好 我们就这么 好了 不要这么 真的太重口味 我们就骑马画面重现